普贩幼珠死后 莫名其妙地当上了灵界侦探 不光见到小阎王重新复活 还学会了使用灵丸 从钢柜尺上夺黑了恶鬼球 他要对付的第二个人 就是偷走暗黑镜的藏马 去不了藏马并没有毁天灭地的邪念 他只是想救助他命悬一线的妈妈 幼珠十分感动 竟主动舍弃了自己一半寿命 帮助藏马活了下来 同时也找回了暗黑镜 接下来他要对付的 就是持有降魔之剑的飞影 可飞影身上牵连的人就太多了 主宝商人锤金 因为想得到价值连城的兵类时 就把飞影的孪生妹妹雪菜 囚禁在家中 所以飞影最近一直在攻击锤金的手下 他就是想找机会 潜入锤金家中救出妹妹 因此小阎王就让幽珠 去锤金家的豪宅附近埋伏 估计能在那里堵到飞影 而幽珠刚跃升连连 到锤金家没多久 飞影就到了 宝兵们赶紧举枪射击 却根本挡不住强力的飞影 宝兵们吓得屁滚尿流 连城说兵女雪菜 已经不在这里了 可飞影根本不相信 这时幽珠从屋顶上跳起来 开门见山的 就让飞影交出降魔之剑 飞影能听他的才怪呢 而这里也是友谊说一 真人版的飞影 还不还原先不说 这身高起码加了20厘米吧 总之两人话不投机打了起来 可能是之前弱机的钢鬼 给了幽珠错觉 让他以为自己狠情 结果一对上飞影就发现 自己差了太多 根本连飞影的一根头发尸都碰不到 反而被飞影打得晕头转向 幽珠间一直干不到飞影 情急之下搓了一个灵丸 这要发射 就感觉一个硬邦邦的东西 抵在腰间 原来是飞影的剑鞘 不过飞影没有拔剑 普通的人类根本不值得他杀 他也不想要幽珠这个灵界狗腿子的命 另一边 其实垂金的保镖并没有撒谎 此时雪菜确实不在他们这豪宅里 因为垂金联系了左经 左经答应帮他调教一下雪菜 为了让垂金看眼界 左经还放出了一头凶猛的妖兽 对战妖兽的 正是带着墨镜的护鱼女帝 看着妖兽逐渐靠近 护鱼女帝稍微活动了一下筋骨 决定使出三成力量看一看 于是 只见他原本受缺的身体 突然变得充满肌肉和力量 巨大的妖兽感觉到威胁 立刻咆哮着朝护鱼女帝冲过去 护鱼女帝只是轻轻挥出拳头 妖兽就被直接打碎 鲜血和碎肉喷起的到处都是 在观战时的看客们 不禁有点失望 这种碾压式的决斗 根本一点都不刺激 但第一次看妖怪决斗的垂金 却傻了眼 他呆愣愣地看着左经 听说他要让护鱼女兄弟 成为自己的保镖 垂金木然地点了点头 这样一来 应该就再也不会怕妖怪 抢夺雪菜了吧 左经建议 把雪菜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于是大家就将 装着雪菜的铁笼子 运送到地牢 可掀开上面的布 才发现笼子竟然已经空空如也 雪菜不一而飞了 此时 一辆车子快速驶向小岛的停机坪 直升机早就等在那里了 那个好戏的保镖 带着雪菜从车上下来后 直奔直升机而去 然而就在这时 直升机上走下一个 十分矮小的人 正是护鱼女兄 他的手指伸长 直接刺穿保镖的腹部 保镖忍痛举枪射击 护鱼女兄 枪枪抱头 将护鱼女兄的脑袋都打开瓢了 可对方没几秒就恢复如初 另一只手的手指也迅速伸长 刺穿了保镖的脑袋 这里也不得不说 这个护鱼女兄还蛮还原的呀 而眼看着善良的保镖死在自己面前 一直不肯流泪的雪菜 再也忍不住痛哭失声 这下流出了大量的冰泪石 让锤金欣喜若狂 其实这一波根本就是 左京故意为之 肉体的枯除并不算什么 这波杀人诛心 才是左京所谓的调教 这时左京和锤金在监控中 也看到了锤金家大宅子里 飞影和幽柱打斗的情况 为了确保锤金的人身安全 左京决定让鸭 五位 以及护鱼女兄弟 跟着锤金一起回去 所以这阵容 是要直接转战暗黑舞蹈大会了吗 另一边 脏马也找到了飞影 他知道飞影想找妹妹 但找妹妹不一定非要用小魔之剑呀 他想让飞影卖给他一个面子 把小魔之剑给他 他会帮飞影一起寻找雪菜的 飞影于是好奇询问脏马 是不是打算把小魔之剑给一个少年 脏马点了点头 他跟幽柱可是过了命的交情 帮他这个忙理所应当 然而飞影却拒绝了脏马 他还是不屑于和人类合作 在手艺岛的地下实验室内 左京的研发团队有了很大进展 他们已经想出了办法 在人魔结界上开启了一个小洞 不过想让洞扩大 就需要更多资金 对左京来说 最不差的就是钱 但他忽然问护鱼女弟 自己想把人间和魔界 连接起来的想法 是不是太疯狂了 护鱼女弟没有回答 只表示自己会帮助左京完成大业 自己在人界已经无敌了 之所以跟着左京 就是想进入魔界 去挑战更多的高手 另一边 幽柱十分沮丧 他自从成为灵界侦探以来 第一次输得如此彻底 小洋为了提升幽柱的实力 特意帮他找了一个师父 这个人便是幻海 他是人类中排名前五强的灵能者 也是灵光波动拳的创始人 每年都有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格斗家 想拜入他的门下 可是幽柱一夜账目 他觉得自己的灵丸还挺厉害的 想要对付飞影 只要能跟得上他的速度就行 牡丹气的指责幽柱不识货 不过这里也想说 在原著中 幽柱可是在几万人中 通过了一系列严苛的选拔 他最终败在幻海婆婆门下 现在的真人版 却是小阎王给幽柱走了后门 感觉也是因为经费的关系吧 总感觉真人版的剧情推进实在太快了 再次回到幽柱这边 没想到有这么好的机会 幽柱居然还不领情 这样躲在一边听讲讲的桑原都不干了 他表示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有师父也要一起拜啊 于是牡丹就领着两个臭小子 来到深山里见幻海婆婆 这里也想说 真人版的幻海婆婆 估计比动漫里高了一米吧 而幻海婆婆一看到桑原 就有点不高兴了 说好走后门的学生就一个人 这怎么还来两个 桑原表示 自己是本质有便宜不占 就是王八蛋的想法过来的 虽然自己资质低 脑子笨 带有一颗向上的决心 有朝一日 自己一定要战胜幽柱的 这下幽柱又不高兴了 他才不被当自己的对手呢 眼看两人就吵了起来 牡丹拉都拉不住 可幻海婆婆就十分满意 两个青年旺盛的生命令 一招施吼弓 震倒了两人 他们必须马上开始训练了 幻海婆婆所谓的训练 就是让幽柱又灵力练道理 幻柱觉得幻海婆婆是在整他 用一根手指道理12个小时 对他的能力有什么提升吗 幻海婆婆看着孩子太没耐心了 于是亲自出手 要磨一磨幻柱的脾气 幽柱见此立即挥拳弓去 这是他当小混合的时候 最常用的招式 往往屡试不爽 可那天碰不到飞影 今天同样也打不到幻海婆婆 幽柱灵机一动 就想学习飞影的快速移动 想要跟上幻海婆婆的速度 但幻海婆婆依旧躲避的游刃有余 身体轻飘飘地飞跃到半空中 一脚就将幽柱踢倒 幽柱快速爬起来继续战斗 还使出了刚才幻海婆婆所用的招式 幻海婆婆内心一惊 不得不抬手格挡 就也被幽柱记得后退几步 这时幻海婆婆才意识到 眼前这小子的潜力不可限量了 幻海婆婆知道 可不能让他骄傲 因此扔出一把核桃 幽柱踩在核桃上面仰面摔倒 只能认命地继续按照幻海婆婆的要求训练 与幽柱相比 桑原的训练也是相当枯燥无味 幻海婆婆让他用木剑砍巨大的石头 桑原倒是毫无怨言 只是拼命徽剑 这不由得让幽柱有了点危机感 他也赶紧回去练道理 然而14天过去了 幽柱依然感觉自己没有任何进步 幻海婆婆忽然问幽柱 为何要来训练 幽柱说是为了打败飞影 那为何要打败飞影呢 幽柱也不知道 只是说当初就是答应了小阎王的条件 他得以复活的 所以这算是他跟小阎王之间的契约吧 结果幻海婆婆表示 其实你不用勉强自己 就算不当灵界侦探 小阎王也不会弄死你的 他让幽柱好好想想自己为何而战吧 幻海婆婆随即转身离开 在门外遇到了牡丹 他告诉牡丹 幽柱已经无药可救了 让小阎王还是不要在这个废物身上浪费时间 幽柱其实也很迷茫 他走到院子里发现桑原还在练习 而地上已经散落了一地砍痛的木刀 桑原的双手磨得满是鲜血 身上也累得肌肉发颤 可是他却依然强撑着 拼命用木剑徒劳无功地砍下大石头 然而那石头上连一个印记都未曾留下 桑原没有放弃 他不断回想起那天的火灾 要是自己再强一些 朋友们就不会受到那么重的伤了 一个男人 要是保护不了想保护的东西 就撑不上男子汉 想到这里 桑原再次捡起地上的木刀 用尽全力披下前方的大石头 没想到这一项 他竟无意间将灵力灌出的木刀当中 大石头真的被披成两半了 看着抱着灵刀袭击而弃的桑原 幽柱这下可真是有危机感了呀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 幻海婆婆来到练功房的时候 才发现幽柱居然不用任何人督促 就在那里倒立了一晚上 果然想让一个男人进步 只要让他有危机感就行了 幻海婆婆对幽柱目前的状态很满意 决定开始教他新的东西 现在的幽柱 就像一根缓缓不断往外涌水的管子 只有夹住水管的出口 才能成功凝聚灵力 所以幻海婆婆 才让他在锥子上 用一根手指练习倒立 这是帮幽柱汇聚灵力的过程 幻海婆婆让幽柱 再试一试搓个灵丸 幽柱因此试了试 没想到这次的灵丸 威力非比寻常 一时间飞沙走时 灵力压得旁边观战的牡丹和桑园 几乎睁不开眼睛 幻海婆婆最后让幽柱 毫无保留地把灵丸射出去 于是那灵丸如同导弹一样 直冲云霄 这颗惊世害俗的灵丸 自然也引起了海岛上 呼吁吕蒂蒂的注意 她嫌美一笑 让呼吁吕蒂兄 都觉得十分奇怪 老弟这是怎么了 而从幽柱将灵丸射出的那一刻 幻海婆婆似乎就感觉到了 一股不祥的气息 她去找幽柱 听着她一定要保留着 想要变强的愿望 这股好胜心 才是她能日益变强的原始动力 至于记忆 是会随着年龄的增长 而日益轻占的 战术也会随着头脑的发育 而日益成熟 只要保持着旺盛的好胜心 哪怕最后遇到了 比自己强大很多倍的对手 光荣战败了 也不会有遗憾 慷慨赴死 也是一种境界 只要能将希望寄托给下一代 自己的存在就不会没有意义 这就是传承的精神 幽柱听了十分受用 但忽然也觉得 今天的幻海婆婆很是奇怪 怎么好像在说 一言一样叮嘱自己呢 但幻海婆婆就非常严肃 让幽柱发誓 永远不要忘记 自己今天说的话 随后就把传承了 自己毕生精髓的林光玉 给了幽柱 看到这里 估计不少动漫党会大呼失望 林光玉在这里就送了出去 看来暗黑五道大会 是必然不会出现了 年轻的天下第一美人 也不会重现了 不过这里倒是觉得还好 只是幻海婆婆和幽柱 才认识了二十多天 就这么将如此宝贝的东西 交出去 真的合适吗 这速成般的效率 也太快了吧 反正不管怎样 幽柱和桑源是学成出师了 幻海婆婆送两人下山 幽柱和桑源还意识不到 这次的分别意味着什么 两个孩子都兴致勃勃地表示 他们还会回来 找幻海婆婆继续训练的 送走了孩子们后 幻海婆婆独自坐在房间 望着门口发呆 好像在等着什么人 架子上她年轻时候的照片 被闪电映照着忽明忽暗 那爵士容颜 和年少时期珍强的情谊 也只能定格在静态画面中了 果然 下一秒 呼吁李蒂走了进来 幻海婆婆等的人终于到了 呼吁李蒂原本是 幻海婆婆的恋人 当年两人的师门 被溃炼残酷地血洗了 呼吁李蒂最后参加了 暗黑舞蹈大会 还在大赛中杀死了溃炼 获得了冠军 而作为胜者的奖赏 呼吁李蒂决定 转身成为永不衰老的妖怪 所以当幻海婆婆 已经变成老狱的时候 呼吁李蒂还是如此年轻 呼吁李蒂嘲笑 幻海婆婆的衰老 可幻海婆婆就讽刺呼吁李蒂 只为了转瞬即逝的力量 就出卖了灵魂 呼吁李蒂脱下了衣服 露出一身剑子肉 现在呼吁李蒂的灵魂 竟然有了传人 也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 呼吁李蒂于是也绝情绝爱 要亲手将它干掉 于是不久之后 呼吁李蒂穿上衣服 道馆的墙壁上 也出现了一个大洞 洞外 呼吁李蒂躺在地上 似乎已经失去了生命 此时幽柱还什么都不知道 她回来第一件事 就是来到影子家饭店吃面 影子看到幽柱回来十分开心 她送吃饱盒子的幽柱离开饭店 却不料飞影早就等在一边 趁人不备 把影子打晕带走 幽柱赶紧追过去 还在一个废弃仓库里找到了飞影 她二号不说冲过去就跟飞影开打 这次幽柱的拳脚功夫 虽然还是不如飞影 但是她的灵力却非常充沛 竟然能将飞影逼得连连后退 只见幽柱运气 一拳砸向飞影 飞影竟然赶紧躲开 墙壁因此都被幽柱砸碎了一大块 飞影一看幽柱已经筋飞膝比 只好拔出长刀 与之战斗 幽柱一边飞身跳起 躲避飞影的攻击 一边顺势搓了一枚灵丸 射向飞影 这不贴脸开打 让飞影根本躲闪不起 强大的力量将两人全都弹飞了 幽柱再次让飞影把影子交出来 没想到飞影却说 自己根本没见过影子 两人一言不合又要开打 结果就在这时候 一鞭子抽在两人中间 将他们强行分开 原来终于有个带脑子的人出现了 脏马走过来告诉幽柱 表示影子不是飞影带走的 幽柱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脏马 刚刚自己明明轻眼看到 带走影子的人就是飞影啊 这时飞影扭头就要走 脏马于是立即告诉他 自己知道血色的下落 这话让飞影无法拒绝 也只能听从脏马的调遣了 其实影子还真不是飞影劫走的 此时影子就被关在一艘船上 那个带走他的飞影 一脸猥琐地抚摸着影子的脸 影子没忍住一拳揍了过去 竟然将飞影的脸打得凹了几句 随后那张脸不断变化 原来这飞影竟然是呼吁吕兄变的 影子最后被带到了首亿岛上 关在血色旁边的监牢里 左经有些好奇地询问呼吁吕兄 为什么把这个女孩抓了过来 呼吁吕兄表示 他是在为弟弟布置一个舞台 现在演员们基本到齐了 马上就要对观众们 发出诚挚的邀请了 专场回到仓库里 藏马也在给大家分析情况 作为小团队里唯一一个长了脑子的 他认为影子和血色 应该都被左经抓走 被关在首亿岛了 他知道左经为什么会抓血色 却想不明白 他们为什么连影子 这样的普通女孩也要抓 不过现在首要的任务 还是把人救出来 幽主这时跟飞影道歉 刚才错怪他了 还邀请飞影一起去首亿岛救人 飞影虽然傲娇地 没接受幽主的歉意 却还是默许了 大家一起组队行动 只是三人正要赶往码头 突然桑园也出现了 原来他听牡丹说 影子被抓了 自然也要出一份力 于是四人小队正式组队完成 而等他们到了码头 一艘豪华邮轮 已经在码头等候多时 船上的管家请四人赶紧上船 他们的主人 正在首亿岛恭候大家光临呢 这里也是想说 这进度是真的快啊 我是黑白 下期见